这次的汉光36号演习是陆海空三军的联手初级 各种主力武器全部都出动了 就需要让全民检视国军训练成效的最佳方式 而时代射击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呢 以国人自制的雷霆2000多管火箭车来说 要在飞营区的出海口射击 打准就会是第一个考验 同时演习场地的土质是非常松软的 后座力强大的雷霆2000会有翻车的疑虑 所以要如何选定安全的射击地点 都是空操练习以外需要实战验证的科目 从寒冷的冬天开始准备 一直到炙热的夏季 终于汉光演习正式开始 要远距离阻止敌人船团前进 空军的战斗机连续出动六个波子炸射 投下500磅炸弹精准打击目标区 这是空军飞行员的基本功 去年完成性能提升的F-16V 立刻投入演习的行列 F-16V在电站系统上大升级 换装了最先进的主动向位阵列雷达 以及新式任务电脑后 强化了战机的保护能力 再加上外观使用的涂料 让战机的逆踪效果更好 空中质压炸一波还不够 海军两艘军舰也对着七公里外的目标区 展开大火力扫荡 汉光实弹操演绝对没有办法用眼的 要确定武器能不能打 打得够不够准 都要透过汉光实际验证 国人自制的雷霆2000多管火箭车 射程从15公里到45公里 只要短短的44秒 60枚火箭就能全部发射 像火箭弹来讲的话 它是以面积射击的方式 那它火箭弹出去的时候 它会在空中爆破 然后会变成小钢珠 来打击所望目标 那在雷霆2000所负责的项目 是联合国地攻击 那主要是针对敌人 如果从蒋南海滩 船团在登陆的过程中 你们就会以火箭弹的方式 对敌人形式攻击 雷霆2000不止杀伤面积大 它的机动性更是强大 当火箭发射完毕 弹药补给车就能立刻出动 一般重装武器要上路 没这么简单 但雷霆2000火箭车 在设计之初 就把机动性列入最重要的考虑 无论是发射车还是弹药补给 都可以直接开车上路 弹药透过吊挂作业 就能轻松摆上发射架 不过要在河床地上发射火箭弹 车子本身问题不大 但河床地质较为松软 发射的后座力会让车身晃动 所以整地选地就非常重要 其实在每次火箭车在渡河的时候 每次都是处于一种心惊胆跳的状态 因为很怕火箭车可能会不小心卡河道 或是在河道中故障等等 诸如此类 我们可以透过现在旁边这一台摄影指挥车 在车上计算各种射击租源 然后直接传送到各台炮车的位置 那不用像以前传统作战一样 还要透过电话遥控等方式 空中和地面火力交织 陆海空军立体作战 这是模拟战场实况 不过要攻打敌人的装甲坦克 最有效的攻击武器就是标枪飞弹 标枪飞弹之所以称为标枪 就是因为它的飞行轨迹 标枪飞弹的取名就是像 奥运投资标枪一样的轨迹 这样的军命中目标 它并不是像游戏中是直接垂直打 打到目标的顶部 而是它是有点斜45度这样子插入 潮战车最脆弱的顶端攻击 可以完全摧毁敌人的重装武力 而且标枪飞弹 在过去的实弹射击成绩 真的就是100分 没有任何拖把记录 这个它的瞄准系统是热显向红外线 顾名思义它是被动式 就是透过物体的温差来辨别目标 那标枪飞弹目前 国军的命中率是100% 没有拖把过 那只要击发了 你有锁定正确 它基本上都一定会命中目标 和标枪飞弹一样 拖式飞弹车攻击目标 也是重装坦克 从我们一开始按下板机的时候 脱罗椅开始通电 然后让飞弹去脱离发射架 脱离发射架之后 它会把弹往下抛 然后后面的飞行马达会启动 然后就直接 就是以职攻方式去攻击到 坦克即将保护 瞄准的话就是从 光学瞄准镜那边去看 它们里面会有一个十字诗 十字诗从头到尾对准 你的目标把位中速点就可以了 连发射出去持续追秒对准 就可以百分之百命中了 脱式飞弹只能水平职攻 而且打击的过程数据资料的 传导和修正还要透过两条铜线 它铜线的部分那就是可以 控制飞弹的飞行轨迹 跟它飞弹传回来的一些数据 来做修正 那我们在追秒的时候 它有一条是接收讯号 然后我们去做人员修正 射手的人员修正完 经过飞弹导航也在传置于 导线到飞弹 所以就会导致我们可以去 去追秒目标 就算是移动板 我们也是可以跟着打 不论是托式飞弹车的成员 还是标枪飞弹的射手 甚至是所有操演官兵 当汉光演习完成的那一刻 心里的踏实感 和平常跳空操完全不一样 大家都很团结的 一起把事情还完成 在飞弹射击出去的时候 我们的画面会黑掉 那同时心中也卸下这种弹 因为飞弹成功发射 演习视同作战 这是磕在官兵心底的铁律 没有经历实弹的震撼 没有经历过陆海空联合作战的磨合 官兵们永远不会感受战场的高压 守护国土的神圣使命 因为演习从来不是花拳袖腿